Lun Sang 老公 衣櫃 選擇帳範 老公公用衣櫃 這樣很省耶 這是男生的襯衫 喔 過程是再加一個花樣 扣子還可以上下扣 對 就是錯扣 很可愛耶 或者是妳可以 特殊感再強烈一點 對 對 特殊成分 特金 它真的很有女神冠軍項 少女時代的太妍 她們家的冰箱裡面 一定都會有這一塊 感覺是頂級 是頂級 真的超高級 最多韓國空姐推薦的面膜 有來自 這個看起來很強耶 很香複 歡迎收看 拜託的女神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我家儀 大家好 我是Kevin 大家好 我是夏可希 歡迎我們的診療團們 歡迎 Kavin 今天我們的女神急診室的這位女神 我們要先從她 從小到大的模樣來猜猜看她是誰 女神小時候一定很可愛吧 對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張 好可愛喔 開心 她是看到什麼 受驚了 是女神 至少確定是女神 OK 好 接下來第二張 我們來看一下 幼稚人V耶 誰啊 怎麼還看不出來啊 她長得有點像那個童星 楊小玲 對 楊小玲 哇 妳這麼老啊 原耐感 她眼睛好比小玲大一點點的 對啊 比較遠一點 但那個整個狀態還有嘴巴鼻子 QQ的 對 QQ 很想要捏她臉的肉的感覺 對啊 眉毛長得好好 好 第三張 她長大變什麼樣子 應該就知道了吧 哇 誰啊 誰啊 是模特嗎 你們真的看不出來嗎 各位同學 看不出來嗎 第三張有一點點像現在的 我覺得就是一模一樣啊 而且 那個年代有什麼好要求 我媽媽吃的 而且皮膚的質感也很像喔 各位同學 讓我們來歡迎今天的女神 小蠻王淺妍 歡迎 剛新婚的小蠻 愛情事業兩合一 究竟 幾果眼睛怪 比性感時尚餘餘生的她 今天 有哪些隱藏困擾要分享呢 女神劇正式 開著囉 歡迎小蠻 是我很像吧 像嗎 你們覺得像嗎 人出來好像就很像 就第一張很像嗎 真的很像 所以妳確定沒有 原住民的鞋頭 沒有耶 確定嗎 確定 你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她小時候真的 眼睛大了 但我是外省人 哦 輪廓的身體 像小蠻呢 她說她是敏感肌耶 可是 雖然看不出來 我超級粗魯 所以 對啊 比如說我洗臉啊 我以前是用 鹽巴去角質耶 臉 天啊 不不覺得是會這樣弄壞的喔 其實應該是小時候皮膚很好 但因為太粗魯 太不小心反而 對 因為我媽都用 我說用鹽巴去角質啊 然後我就想說 這邊都可以去的 那臉也順便一下 這樣 然後現在就很敏感 那妳還做過什麼唇事 比如說打完雷射 然後就去海邊衝浪啊 然後這邊就全部長斑 然後我傻眼 我想說會這樣 會反通嗎 怎麼沒有嘗試 對 還是妳就是覺得說 我就不信 我就偏要試試看 我就是覺得我偏不信 我看妳還能年輕多久 不要生氣 我剛剛不織布洗臉 把眼尺這樣稍微擦一下 我就出門了 照上 但我睡覺會擦 擦好擦滿保養品 可是早上不擦 早上不擦 也不擦防曬 我們看它可以燒妝品 有了 好了 保養品晚上保養 你一定明感激的話 妳通常是怎麼保養 有時候會敷臉嘛 但我不太能敷那種 紫的面膜 會癢 對 然後我就是會擦比較 清爽一點的化妝水 然後再擦精華液 精華液我會擦兩瓶不一樣的 然後再擦乳霜跟眼霜 皮膚保養有一套 但是有一個技能 倒立瘦身 就是我跟我老公都很喜歡 兩個人在家裡倒立 然後他有一陣 這麼特別 有照片嗎 有啊 很可以耶 所以妳可以不靠牆嗎 可以 所以妳老公就是兩個都不靠牆 然後但是面對面 然後倒立聊天 可以聊天嗎 不會 可以講笑話嗎 可以講笑話 但是妳就不要吵到氣就好 我們聽說啊 妳從小就是自然卷 照片妳們看不出來耶 我自然卷啊 妳看我胎毛有多少 所以妳像胎毛女神是不是 對啊 我超多胎毛的 那妳平常有沒有自己 對付那些卷毛的秘訣 我就會擦油 擦完之後我就會用吹風機 然後用那個卷書這樣拉 對 那如果要出門見人的時候 我就會用梨子甲夾一下 不然會很膨很像海格 妳現在頭髮後面翹翹是故意的嗎 是自然的喔 對 看得出來 對 好像枕頭幫妳做的造型對不對 對 就是這樣 我起床就是這樣 我最後把上面稍微整了一下 這樣也滿好 因為它就是今天 就是妳一個從床上起來 直接到攝影頭 穿著家居服 枕頭幫她做的造型 本來要出門要噴鼻子 然後我也忘記了 我就這樣出門了 這樣也很可愛 因為人家看到妳可能會覺得說 妳那個捲柱怎麼弄出來的 怎麼可以髮尾翹一點點 對 是枕頭弄的 對 超好 還是逃不出我的髮葉 被發現 好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小蠻 有什麼病症呢 我們來看一下 老公衣櫃選擇的障礙 老公 妳要幫老公挑衣服喔 沒有 我穿她的衣服 我超愛穿我老公的衣服 我也是 對 不覺得是 我覺得現在穿男生衣服 真的又時髦又好看 然後又新鮮 有一種被保護的感覺 對 那是因為妳們兩個老公都高啊 就比如我們大隻啦 對啊 萬一有那種老公跟自己差不多了 就是可以穿個子身的感覺 對 就是都有不同的感覺 就是看每個人的老公是怎麼樣 對 就是妳穿蝦何欣的衣服 可能就會合身了 我可能 穿不下 她也穿不下 對 她太瘦了 所以妳都會每天都想要穿老公的衣服 對 妳們也會穿男朋友或老公的衣服嗎 會耶 會穿 因為她跟我一樣高 所以她的衣服我幾乎都可以穿 就沒有一種oversize的感覺對不對 就現在也蠻流行 潮流感 對 就是特地買大一點的size 然後又流行 就兩個可以共穿 兩個都對 經濟又實惠 真的啊 像我這半年買的衣服 我全部都是幾乎都是買男裝 然後我都買男裝最大就是XL 然後我老公就可以穿 然後我穿起來就是那種超級大的 超大的 然後就發現我們真的還可以共用衣櫃 對啊 所以妳也是這個概念 我也是這個概念 所以妳的障礙是什麼呢 我的障礙就是有時候會穿起來太大隻 我覺得 因為她畢竟有時候肩線不是落肩 對 然後是剛好到這邊 然後就會穿起來 就整個人看起來很寬 變Lady Gaga 會變成老公本人 對 背影 對 背影就直接變了 而且我有時候穿她的衣服 她就說 妳為什麼要塞墊肩 我說我沒有 就是妳的衣服本身就是比較挺 就會這麼大 所以女生想要穿男朋友的衣服 或是老公的衣服 但是還是想要保有我們本身女生的 那種女人味的感覺 女生的拜託我們聽到了 為大家邀請到我們知名造型師 官先來介紹一些適合搭配的單品 男女共穿的這些服裝 在買的時候 或是在選擇的時候 她有沒有一些原則 有一些重點是 比如說像是襯衫類的 我就會推薦給大家 就是 這是男生襯衫 但是我覺得男生襯衫 穿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比如說你看像這麼長對不對 搭Lagging 或是搭像我這樣牛仔褲也很好看 但是我通常會是在這邊 故意抓一個這樣子的 比如說我會用 對 用腰帶或腰包 嗯 然後或者是 對 底下那就是 對 沒問題也 讓你的態度 然後或者是 其實像我也會建議 就是你可以拿那種 大疊針 就是有那種很大的疊針 你可以把這邊稍微抓一個 折一下 就會很好看 是 然後老公把那件襯衫要穿去 跟人家開會的時候 這怎麼都是洞洞 怎麼會這樣 這一個就是洞洞 而且還在車上在那邊拆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其實像小蠻今天穿 它就很適合再套一件襯衫在外面 它其實今天就是可以用一些腰帶在身上 其實就會像把它的 因為其實家居服穿出去 你可能稍微要有一些 對 我覺得這應該要加一條腰帶 對 加一條腰帶會比較好 其實本來是想要露肚子 但我覺得有點冷 然後我就不讓它露出來了 露出來滿好看的 好隨性 就有點冷這樣 你可以試試看 你讓我試一下 好 你說它這樣多層次 多層次再加一個完全 平常你會覺得不搭嘎的花樣 然後扣子還可以上下扣 對 就是錯課 然後腰帶這邊有 很可愛耶 而且手就是要這樣 然後公公婆婆就會生氣 想說你到底在幹嘛 對 剪臉的女孩 我以為我婆婆超Fashion的 他都會買一些很low的衣服給我 然後我就會說 媽 沒關係 這我不敢穿 真的喔 但他覺得就是 好好的一個女孩子 叫他平常穿這種 邋遲邋遲的 所以我穿 然後他就會一直撐這樣 我說你穿這樣很漂亮耶 他喜歡你有女人味是不是 就是他自己也是很Fashion的人 對 然後 這樣好好看喔 我懂喔 小滿 你今天為什麼要穿裡面這樣 就是為了要用來加的 真的 就是加這樣 就會很好看 很可愛耶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 讓它的特殊感再強烈一點換 你就可以換靴子 就變成 因為今天沒有淺色靴子 你就讓它變成靴子的話 會更好看 喔 用淺色靴子 對 用淺色靴子會比較好看 因為其實我今天很推薦大家買 一雙白色的靴子 對 我覺得白色靴子一定要買 白色靴子或白色大頭鞋 對 其實你可以讓它是稍微有一點 就好像不小心在那裡 就會很好看 透過一種不同的搭配方式 譬如說像襯衫 或是一些女性化的單品 跟男性化的單品搭在一起 有一種衝突的美感 沒錯 那你這邊還有要跟我們介紹嗎 其實今天我覺得像是 比如說我會推薦給大家 像女生你其實可以像買 像這樣子的公裝外套 因為這種公裝外套 它的肩線沒有到很明顯 如果就是如果沒有很明顯的時候 你穿落肩其實會很好看 小米娘 而且今年超流行 大口袋 對 就是很流行 這種像這樣 真的是很誇張的大口袋 對 你要試試看嗎 我啊 好啊 因為這件它是給我L的 OK 好可愛喔 這也是男生的 顏色好美 而且跟你身上的顏色又很搭 對 被學著很好看 可以穿去露營 穿去露營 穿去露營 超可愛的 所以像這種公裝的外套 它就是本身是很傳統 覺得是男性會選用的服裝樣式 然後反而女生來穿 它就會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對不對 沒錯 好的 那今天現場我們有非常多的 這些中性穿搭 老公或者是男友穿搭的服裝 那今天我們要解決少嗎 這問題我們同樣分為凱文隊友 跟CC隊兩隊 接下來我們要請兩隊來挑選哪一套 才能夠擄獲我們女神的芳心 剛剛說選擇障礙女生不會選老公 所以老公應該是這種三種 我們應該要叫這種 它是成的 那你覺得她是成的嗎 應該一直挖光是想衝的 對 太小分一下 自己會有幾個男友的話 這邊是男友在嗎 就這樣 就這樣 小滿你喜歡穿牛仔裙嗎 喜歡 她喜歡耶 她喜歡 那你覺得她很好 這件她穿不像 這件她穿不像 那是哪一件啊 然後還有這個 小滿你喜歡哪一件 好 直接問好 不難問了 今天我們女神提出的拜託 就是說 她有老公衣櫃選擇障礙 就是要穿老公的衣服 該怎麼樣穿出那種帥氣 Oversize 但又有女人味的感覺 那關為我們準備了很多 不論是女裝男裝 但我首先想問一個問題 關請問妳 請問妳們兩學 長大太愛了 有嗎 很可愛耶 哎呀 幹嘛這個 關於妳這個風格是什麼 妳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嗎 妳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妳前身的風格嗎 我想應該是80年代 我真的跟我們真的很壞 因為 從剛剛挺姿勢一直笑到現在 她這鞋子跟襪子搭配 就沒有沒有會出現的 對 很搭 就是上面有一種80年代的感覺 對不對 35那個年代 對啊 OK 好 好 沒事了 這樣我們來看看 凱文隊的搭配 宇凡她今天的搭配喔 她的裡面的這一件 如果說Size再大一點的話 我覺得也是男女共穿的一個 Jumpsuit 就是連身衣 因為復古的關係 是今年很流行連身衣 是那種Jumpsuit工作服的感覺 我超愛 這件Jumpsuit它是牛仔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可能這樣子穿 可能會比較拘謹一點 所以我們跟官就研究了 你可以把它穿成落肩 小露性感一下 對 小露性感 然後外面這一件呢 這一件外套 就絕對是老公男朋友的 可是女生在穿的時候 你搭大的 然後我們把兩側 全部一起落肩下來之後 就覺得很性感 裡面配上一個夏天的這種 然後配上球鞋 那有些時候可以加大飾品 那有些時候可以加大飾品 大飾品或者是 或者是你看 把手上面戴滿 其實它可以再戴更多 把它戴滿 戴滿 而且這個小包包好可愛喔 對啊 這一套我需要一點時間消化 其實因為它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元素 跟風格在裡面 而且它也是可以有很多的變化 對 今天是把它前面的外套 這個地方扣起來 因為扣起來的話 我們這樣繞肩的感覺 它就會比較好撐住 那你平常也可以把它打開 對 或者是你再加腰帶 因為我覺得它其實這一套 可以再做另外一個變化 可以嗎 這個色系也好搭配一下 那顏色也搭配 然後這個再給你 來 天氣轉涼了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露營 是要多穿一點 對啊 露營的時候白天是穿裡面那個 然後下面綁起來 這樣滿好看的 對 多層 這樣多一層 對 因為本來好像覺得 比較就是 厚重感比較沒有 但是其實 純粒舉不起來 就比較好看 那可以拉得到那個捷運的那個嗎 沒有 時尚沒有在 時尚就窩窩在旁邊那一角 對 Evan很旺還是握著 Evan 時尚就這樣 然後這樣這樣 我心很強這樣 對 一直踩到旁邊的人 對 我覺得有時候時尚跟瘋癲 就是一線之隔 對 就是看你用什麼態度去駕馭它 好 這是我們的凱文隊 對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CC隊 歡迎Helen Helen 我覺得就是女生來說的話 就是還是要 但就是穿男友的衣服當中 所以我們就是準備 還是女生的睡衣 就是想滿最愛的 你想要把她裙子拉多高 對不起 可以直接告訴我 對不起 今年因為其實我覺得 男友的外套 真的其實 今年我覺得很多男生 都只會買外面的穿搭 所以就是變成是說 我們還特地幫她搭上了一個 就是牛仔蜂 它裡面就是一件洋裝 對 它就是一個像是 睡衣型的 然後我們再搭上一個牛仔蜂 再加上一個比較正式的西裝外套 那我覺得這樣搭配起來 其實就會變成是用配色 和用撞色的對比去做搭配 就是用一個極女性化的 對 譬如說洋裝 然後她甚至還有點性感 對 配個極男性的西裝外套 或是牛仔外套 很日假 對啊 然後像我們手 我就會這樣傳 這邊的話我們就做成次 真的假的 可是不能算去露營喔 對對對 那個絲的 對 被蚊子咬 其實我剛才有另外一套啊 就是管老師現在拿的 管你要幫她加什麼 對 我幫她加的 復古的防風外套 跟一個很女性化的洋裝的搭配 這不容易喔 這種外套我老公大概也有個 快十件 我愛喔 對 我也是喜歡 就各種牌子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 女生穿男裝最適合這種樣子 我剛第一眼就看這件外套 很超流 欸 可是這樣搭起來 為什麼會有合理的感覺啊 對啊 妳不覺得現在這種運動外套 搭什麼都合理嗎 妳就算妳們搭西裝 下面穿西裝褲都合理耶 是嗎 真的 真的 妳確定沒有瘋癲感 沒有 搭西裝褲 搭什麼球鞋 搭球鞋 搭這一雙啊 這一雙啊 OK 搭一雙太復古了 人家也是好好一雙16件 很可愛 其實很可愛 我覺得這樣搭超級實況 很像紐約的那些獨立製片 當中秘密感 一樣是錯扣 然後它讓它這一片變成是 有點膠筋的往上跑 然後這邊一樣 然後通常我現在就是 我會有時候我穿外套 我會這樣子 我會把它往裡面收 但是這邊還是留下來 然後這樣就會很好看 對啊 也就是我下面搭高腰一點的牛仔褲 然後那個外套 前面也是把它塞進去 對 也是我也是這樣塞 嗯 所以最近是有去 上錯扣的課是不是 錯扣 以前就上過 我這邊也有錯扣 真的全部都是錯扣 對 以前錯扣 很平凡的衣服 因為那個錯扣的方式 讓它展現出來的層次感 對 尤其超級的東西 用錯扣 就可以讓它看起來 不會那麼巨大的分量 讓它做膠筋 然後再把它往內折 所以像它這一件 它可以 穿成背面 也可以 是這個在前面 對 是錯扣不是扣錯 好 那接下來呢 就到了這個 小蠻的選擇時間 小蠻的選擇 兩個都提供了 不同的這個解決方案 你可以把 你的衣服跟老公衣櫃的衣服 做這樣子的混合 我選擇的是 你要走過去貼在那個 它的身上 好 這麼殘酷 對 緊張 緊張 來吧 欸 欸 這樣 耶 我會喜歡它的原因是 我私底下真的會這樣穿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 很涼的衣服 這個可以只穿一件耶 這個可以只穿一件耶 還是涼的 還是順便都脫的 還是順便都脫的 對 我覺得很涼 然後因為那個 我們太保暖了 我比較不喜歡 穿連身褲的原因是 脫很麻煩 對 就是很容易要脫到底 對 你們看吧 我剛才說 牛仔裙跟牛鬥外套 誤判 還好 誤判 對 連身褲很好看 但它就會比較挑長 真的比較麻煩 然後如果你會想要做男友穿搭的話 就是代表你今天的心情 會想要很輕鬆的感覺 對 想要鬆鬆的整個人 然後就是牛仔外套 外面那件防風的 都是我衣櫃裡面會有的 洋裝也是靴子也是 好 現在恭喜領先的虛虛隊 好酷 好酷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 都是凱雯隊一直領先領先 然後慢慢被他一路這樣追上來 浪費 對耶 老師 我們浪費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要吊倒 好 今天要這樣 謝謝小滿來到節目當中 那就是一切 就你的婚姻生活 還是一樣非常甜蜜 非常愉快好不好 謝謝小滿 謝謝 謝謝瓜 謝謝 接下來是我們的女神 Top1的單元 來歡迎我們的專家們 首先歡迎凱君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凱君 嗨 嗨 還有我們的觀玲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觀玲 歡迎歡迎老師 今天主題呢 我們就叫做 特殊成分特輯 大家知道在保養品界 在美妝界 其實每隔一陣子 就會出現一些新的成分 比如說我們之前 比如說前兩年就認識了 雞血草對不對 對 就會有很多新成分 所以每隔一陣子呢 我們就要來update一下 大家的這個自會 有一些成分你可能沒有聽過 或是有一些成分你聽過以後 似懂非懂 所以今天的特殊成分特輯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這些有特殊成分的保養品 請看 說到保養品中的特殊成分 會對哪些感興趣呢 大馬式格玫瑰 鱸桿石 人參瘋狂醬蠶絲 雪蓉花 茉莉果 我們精選出這五項產品 分別進行網友喜好度 以及路人盲測 誰會成為女神上合主呢 有些成分可能大家覺得聽過 但是它可能又有一些進化或不一樣 所以今天特殊成分的特輯 我們來看到這些保養品 請大家要把這些資訊放到自己的腦子裡 是 首先我要來介紹這個 大馬式格玫瑰的精華噴霧 但因為玫瑰的精華大家很常聽過 裡面大家可以看到它 它裡面有滿滿的 300毫克的大馬式格的玫瑰花瓣在裡面 所以它就是把所有的精華原封不動的 放在這一罐噴霧裡面 那我先噴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很細緻的噴霧 你看 超細 有沒有 對 細到不行 然後它的味道非常的舒服 好像花水 帶有一種酸味 對 會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那因為這個玫瑰花瓣大家都知道 它有很棒的成分的提取物在這個裡面 那它裡面還有 維他命C 維他命A跟維他命K 它其實可以讓這個很容易敏感的肌膚 達到舒緩的效果 或是乾燥肌膚也沒有用 因為我自己在用的時候 通常在上妝之前我會使用這個 因為我的肌膚比較容易泛紅 所以我在噴的時候 可以稍微的舒緩它一下 那因為它裡面還有一個成分是 蜂蜜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蜂蜜 其實本來就是可以讓我們的肌膚 達到非常多的保濕的成分 最棒裡面是因為 它不含一滴水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它完全就是蒸餾的純的水 非常純的 所以你在使用上面算是比較特別的 噴霧也很細緻嘛 然後又沒有含有害的這些成分 所以我覺得一般人都可以很安心的使用 好這個玫瑰大瑪士格玫瑰精華噴霧 好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叫粉色卡拉米保養安平 那它裡面特殊成分就叫做卡拉米粉 也就是爐竿石 它會很好的收斂痘痘的那個效果 所以你在使用它的時候 比如說你把它放在家裡 你會發現它會有一點點沉澱 所以你在使用它之前要搖一搖 好大家可以來試試看它的質感喔 它裡面含有少量氧化鐵的氧化芯 那其實氧化芯呢 跟爐竿石粉是有同樣的效果 就是它有收斂然後輕微的這個防腐 所以它可以讓你皮膚在有痘痘 或是有狀況的時候 它可以達到一個很舒緩的效果 所以一般譬如說青春期的少女 或者是甚至是成人 我們說成人的皮膚常會出現些成人痘 那你在睡覺的時候 在你的譬如說你覺得要長痘痘的地方 或者是上蚊 你看看得到嗎 我就有時候化妝就會 臉上會開始一顆一顆的 有一些貼明 上蚊子咬的東西 那其實也可以把它輕輕的敷上去 然後睡覺 第二天起來後 就會覺得皮膚明顯得到很好的舒緩的效果 感覺是現代人很需要的 所以這樣推薦給大家 以後大家聽到這個 或者是涼化妝 或者是涼化妝等等 這樣子的字也不要覺得害怕 안녕하세요 트러스트 여신 심소영입니다 자,現在 요즘 天氣很涼快 바로 염색的季節 已經回到現在 但是現在現在 但是現在現在 我們現在要做到 這裡的血液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要做自己的妄想法 自己的妄想法 請教你們 第一,就是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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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有種感受到 一切的釀製 直接使用 隔離 簡單 一切和二切 要一比一 比一 夾 搅拌 20-30秒 防止 就是 那是 高子 另一天 洗面粉 5分 10分 加则 第1 洗面粉 增加 很奇怪 額瘫 折捕 洗净後 sought out ELPHEMSER 剪兩個 搶了 脫活 脫活 瘫 化 那些 很大 折捕 水 尤其 色 很漂亮 非常非常有效 在上 很想的是 真的 小 那些 妖礙 第三 第三,用來塗在塗的液體液 沒有用來塗用 用來塗用洗碗或洗碗 用來塗用來塗用 塗用來塗用 今天我介紹的 SELF 咪耀 꿀팁 喜歡嗎? 接下來 我會帶來很多咪耀 꿀팁 因為這個防禦品當中 成分含量非常微乎其微 所以它的毒性也很低 所以就是居家保養的含量 對,因為運輸就可以用 對,因為它不是專位 所以孕婦也是可以使用的 推薦給大家 好,接下來 觀禮老師 好,來 其實我這樣放眼望去 我覺得我這個三號選手 他真的很有女神冠軍相 你看 好高級的感覺 他不只是成分特殊 他還非常的高級 他高級到就是 你只要想像得到的高級成分 他都有添加 例如說 百分之九十九的純金 哇塞 然後蜂王薑的萃取 哇塞 還有呢 六年根的紅森 哇塞 哇塞 這很秘訣 你知道 黃金蟬絲 哇 都有添加在裡面 感覺是頂級 真的超高級的 而且他高級到 你知道就是 少女時代的 泰妍 還有何志願 都有分享過 這款產品 而且泰妍還說 他在節目跟IG上面都有講說 他們家的冰箱裡面 一定都會有這款 人森 蜂王薑 乳液 冰在冰箱裡 但是這看起來像乳霜 裡面滿滿的 滿滿的 百分之九十九的純金在裡面 而且它裡面添加的含量 有十二毫克 所以你每沾一滴 都能夠有滿滿的黃金在裡面 來 你看 它的質地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不叫它凝膠 也不叫它凝凍 它其實是Watering Cream 就是水汪汪的乳霜的意思 然後其實黃金這個成分 它能夠 它有很好的一個傳導 大家用用看 它那個質地非常清爽 但是它那個肌膚的感覺 會是非常滋潤的 然後黃金到底能做什麼 好潤喔 很潤 看起來是透明的 讓它擦起來就是 真的是乳液乳酸 你眼睛閉起來 你會以為你用的是乳霜或乳液 很滋潤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用凝膠 凝凍都會覺得它不夠rich 對 它甚至有點油感 有滋潤度對不對 然後黃金它傳導力很好 它能夠幫助保養品吸收之外 它還能夠增加循環 所以我們的氣色會變好 然後六年根的紅森 它裡面的 然後紅森它可以就是 那個皂乾它可以就是增加我們的一個防禦力 然後還能夠幫我們就是延環老化 而且它這裡面添加了滿滿的985ppm的濃度 濃度非常的高 然後瘋王薑的萃取這個成分 能夠讓我們肌膚滋潤 潤澤 然後有彈力 所以你肌膚這樣摸起來會有點QQ彈彈的感覺 而且它裡面瘋王薑萃取添加了780ppm 濃度也算非常的高 然後最後黃金蠶絲 因為蠶絲有氨基酸 然後能夠幫肌膚保濕 所以它其實是一款 全方位的一個產品 而且這一款產品它還有去做那個 有四周的臨床測試 然後試驗者都可以證實說 眼周的細紋啦 肌膚的彈力啦 還有像是水分的提升各方面等等 都有很優秀的效果 所以它又高級又特殊 閃閃發亮 你看 哎呀 差超級多 是兩個不同人的手 兩個人 另外一隻手很舒服 而且是有那個植物的詳細 很細很嫩 然後這隻手 另外一隻手是有在露營的手 差超多 對啊 你們講差超多 我該開心的 那妳自己上身的差太多 妳都沒有在保養 我有在保養 那是 我說手 對啦 就是 好 來 三號選手厲害囉 好 接下來我們四號選手凱文哥 我要介紹的這一款面膜 它就是 最多韓國空姐推薦的面膜 他們一般來說空姐他們 以前的空姐他們很習慣 每一天都要敷面膜 因為他們在飛機艙裡面 濕度相對非常的乾 所以他們每一天都要敷面膜 他們甚至有些空姐以前都說 他晚上睡覺敷一片 然後早上要去上班化妝前 要敷一片 這樣子才夠 然後再用空姐噴霧去補水 但是他們發現這一片面膜的時候 他發現只要一周一片 就可以幫他的皮膚 達到以前一天一片的效果 撐一個禮拜 它可以撐一個禮拜 這麼厲害 然後它是一個上下層的結構 有來自瑞士的國花 雪融花的成分 這個雪融花每年只有在7月到9月的時候開放 它就是生長在這個阿爾菲斯山上 它本身有非常好的修復組織的效能 以及自癒的能力 所以拿來當成保養品的話 對於你皮膚自我 皮膚的屏障的提升 然後對於你皮膚的這一種 鎮定舒緩這個部分的幫忙 防護力 都會有很多的幫助 我們直接來敷好不好 好 我想看喔 在敷面膜之前 它會先附給你這一片棉片 嗯 總共有三種的 它有三片東西 對 它會給你一片這個棉片 然後呢 看它這棉片 它有一個小口袋 小口袋把兩隻手指伸進去之後 它有一個正面 凹凸比較明顯的這個顆粒 我們先做一些清潔 因為皮膚要吸收好保養品 必須要把老肺的角質層 或者是沒有清潔乾淨的部分 先做一些清潔 那如果你是屬於比較敏感的皮膚的話 我會建議你都用拍的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健康型的皮膚 尤其是在鼻翼兩側 嘴角 或者是臉頰輕輕的 透過這個 凸面的圓點滑動 正面推完之後 我們再用後面的背面 你可以輕拍或輕擦都可以 光是這個小口袋我就喜歡了 對 很貼心 然後是兩面可以使用 對 好 我們先來看上層 上層屬於臉跟眼周的部分 它強調的就是 負有彈力的纖維 所以你看喔 它雖然看起來小小片 但你看我可以拉開來 好彈喔 所以它是QQ的 它是彈性很大的棉纖維 貼在額頭跟眼周的位置 然後它就會消失在你的皮膚上 好好服貼喔 然後就可以就成這樣 萬聖節的Party 很像戴面具的感覺 對 超乳這樣 上面非常的服貼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片 它的下片 剛才 材質不一樣嗎 質地不一樣喔 材質跟質地都不同 剛才看到是有一點 透明凝膠的質地 配上很薄很透明的 面膜的材質 但是它的下片 你看 變成 厚度增加的棉片 對耶 比較厚的 變成比較不透明 對 然後呢 它裡面的質地變得有一點點 微乳液狀 是 它是分區保養面膜 可是它的臉頰那邊是有兩層的 可以重疊 它是重疊 好酷喔 而且它連下巴都有 就是脖子 那邊都有 兜照 護照 它還透 除了雪絨花之外 它裡面還透過了 這個植物 幹細胞的提取 你看它包得很好 好科技喔 你看像不像我們在做臉的時候 在美容院 那一隻神手 手掌 這樣子往上臉做拉提的動作的感覺 這一片面膜它就形成這樣的作用 你大概敷個十分鐘 十五分鐘 然後下來你會發現 那個皮膚啊 這個臉的線條啊 整個都會水潤有彈性 下面它又會打到拉提的效果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請Hannah 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來揭曉一下成果 謝謝Hannah 謝謝 這個看起來很強耶 很想敷 冠軍相對不對 有 海君老師 好 那再來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你好辛苦喔 為什麼 在我們這個後面 怎麼會 大家都贏了 搞不好最後壓軸啊 對 我告訴你 大家放鬆一點 你知道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時機 大家都很緊張 所以很容易就會讓肌膚開始鬧 脾氣 而且是鬧各種的情緒都會出現 那所以今天我要帶來一個工具 我覺得它很不錯耶 它叫做Better Me 它是一個這個低敏系的 幻顏安瓶 那剛剛有講到它是低敏 然後它有幻顏的功能 也就是說它可以幫助我們很溫和的 整理我們的老肺角質 好 透過溫和的成分 那以往我們可能會用到的是 比較像是酸類的成分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當中的這個代謝老肺角質的成分 很有趣 叫做 它其實就是生長在熱帶地區 它又被叫做是長生果 或者是四季果 基本上發現到說 它當中有很好的活性的酵素 那這個酵素呢 當然對於內服來說 就我剛剛說到的窈條 或者是條理的作用 但外用來說 它對於整理我們的老肺角質 就有一些貢獻 我有個問題 酪梨果跟雪蓉花誰比較厲害呢 不同地區 不一樣的 一個極寒冷 一個極熱帶 對 對 不一樣的 那因為你知道嗎 氣候條件跟這個 一方圖長一方好的寶物是一樣的 是不是從凱文哥來的 不是 不是 我覺得有可能 對 一個極熱帶 一個極寒帶 是不是 那除了這個成分之外呢 它還可以幫助我們的 幾乎散發出迷人的光澤跟明亮度 它就是在使用上是非常舒適 持續使用之後 它會讓我們的肌膚防禦能力 大大的提升 好 大家其實都可以 來試試看它的記性 因為敏感膚質很多人都說 它不敢去腳 對 也不敢拋光什麼的 怎麼這樣子 我的手上面現在都充滿了我的感 不行 手背 手背也要 一定要試試看 我們請model來 然後我們試在臉上好不好 我們可以立即看到效果嗎 沒有問題 我們歡迎Eileen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沾取適量 用指腹 輕輕的 由下而上的方式做 補充 由下而上 從中間往外的方式 它其實就是一個 質地 延轉性很好的 密集型的修補精華 那你知道嗎 現在因為天天戴口罩 粉刺跟痘痘的問題是真的容易出現 所以我們就可以運用溫和的成分來幫忙 那當然除了這個老肺角質的代理之外呢 它還是有很多優異的保濕因子的 玻尿酸啊 或者是很多的多糖體的成分啊 海藻糖等等的 那我覺得最好的是 除了這些成分密集補充到肌膚的底層之外 我們當然還是希望要做到防禦哦 所以當中還有釘二醇的成分 它其實就有點像一個防護罩 讓水分不要容易散失 所以它的水分續航能力會比較久一點 嗯 那當然也可以大大降低 雖然它已經很溫和 如果你是極敏弱的膚質 可能在 敗卸老肺角質之後 還是有一點 幾個辛苦 那沒有關係 豐厚的保濕因子 還是可以幫助我們維持在正常的狀態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 所以你會發現到哦 有耶 有立即體量的效果 光澤度很明顯 立即就能夠吸收了 而且呢 肌膚也會富有彈性 就是皮膚有水分的代表 對 因為水分有了 它那個保濕度夠了 它看起來就是會比較白皙 然後顏色比較不會暗的感覺 那這個泛紅或者是不舒服的現象 就會大大得到環境 你看它這邊其實還有一點點 紅紅的 有點敏感的現象 很明顯哦 嗯 膚色很明顯 嗯 沒錯 謝謝Ivin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看看那個 Hannah Hannah 怎樣的哦 加油 你看拿掉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她的 好像水 臉的那個水 有 對的 它本來皮膚就已經很好了 但是它本來的皮膚很光滑 但是會覺得膚色比較 偏黃一點點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精華液幾乎都吸收耶 不會滴滴落落的 你看它前面 漂亮 有 漂亮 這邊超誇張 對 它的臉頰的部分 我最想讓你們看 你看它這個臉頰這個地方 有沒有 好無瑕哦 真的 完全沒有任何瑕疵哦 超厲害 超漂亮的 可以感覺到一周一片就夠的感覺 是 好 謝謝Hannah 謝謝 好 這些特殊成分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它們 可能會覺得很好奇 然後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網友的喜好度 跟路人的盲測 好 有沒有這位 吸收蠻快的 吸收蠻快的 有點像蘆薈的感覺 嗯 我原本以為它會很膩 嗯 但是 就是推開之後 我覺得 欸 它好像蠻好吸收 這就比剛剛那兩個 感覺稠一點 感覺很保濕 比較喜歡一號的 五號嘛 為什麼呢 就 香香的 可是又不會 刺刺 就很溫和 四號 為什麼呢 因為它感覺蠻 就是可以拉 拉起那個臉 然後它也可以瘦臉 五號好了 為什麼呢 有一種保養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 好像很厚太多 哦 汪優喜好度第一名 是三號 觀林老師的 哦 哇 我們那個是女神笑 這個厲害了 光外型就已經贏了一半 真的 我覺得大家還是喜歡 對 對 我覺得就是主要就是那些 藝人愛依 對 然後它又真的非常順滑 其實效果真的很好 可是像我這一瓶就是很平實 但是當你肌膚有狀況的時候 它是在家裡 可以讓你好好去保養肌膚 很實際的保養 對 網友不喜歡你這個 可是網友只要用過 就知道 不管今天結果怎麼樣 我先告訴大家 如果你皮膚有狀況的時候 然後你的耳邊你的腦海 就會想起我的聲音 你要我們看路人盲測 對我覺得路人盲測 對我覺得路人盲測 是最重要路人盲測 第一名是 五號 海君老師 嘿 我覺得一定有問題 因為我這一片太貴 他們不可能給每一個路人盲測 真的很實用 五號喔 五號喔 大不知錯 帶一些很重要溫和的方式 安平 所以現在 究竟今天女神賞會是誰 看不出端倪 看不出端倪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看 我們的今日女神賞 究竟是哪一項產品呢 3 2 1 請看 恭喜我們凱文哥 試拍了 喔 最近的營養變膜 有啦 我覺得他 喔 歡迎凱文哥 歡迎凱文哥 其實我覺得啦 我覺得其實保養喔 有些時候 透過品牌們用心的 在產品的設計上面 在成分的添加上面 都可以帶給我們很多保養 不同的這種觀點 或者是不同的用途 但最重要的是 你還是要了解自己的膚質 從膚質自己的需求下手 這是最重要的 今天特殊成分的保養特質 你會認識這些特殊成分 就像凱文哥說的 要去選擇適合自己 不論是你的膚質 或是年齡 然後呢 找出屬於你心中的Top1 今天要謝謝凱文老師 謝謝凱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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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個月 初影片 Else